我们提的还不错 在积分榜上排第2 上岗第24个积分 全舰第420个积分 中潮还是挺强的嘛 没准明年还能上来几支队伍 苏宁差一点 苏宁好像卖走了一堆外援 现在18快降级 没怎么用过EA的这个球碳系统 它有球碳系统 就是每年也没什么太多随机的东西 其实查全数据库就行了 但是这次呢我们看看 这个高准一倒是不错 24岁66 身高也好186 桑桥啊 然后我们签来迪亚兹啊 福登啊这类的 感觉也开档不签啊 后面再签的话就挺贵的 都1000多万 球碳可以设定不同的这个搜索的指导嘛 看看前途无量这里有没有合适的 速度只有66到76 这是怎么解除前途无量 靠控熊 球碳报告真的好烂啊 这个看着还不错 但是太矮了 才168 这不曼联那个小孩吗 传说中这个潜力不错 探查一下 看来看去探测的这几个 反正就现在数据上看着还将就吧 然后俱乐部也都不是太好 没准有一两个还能看上眼呢 像曼联这种大俱乐部 这种小球员薪资也比较高 我们估计买不起 让清迅去探门将吧 探来三个 我觉得这三个还都可以 就范围稍有些宽 可以再让他们侦测一个月 然后决定我们签那 那一个或者那两个 看看接下来对手的排名 第八排名还不错 乐队家 阿琴鹏拿到 出场还是我们自己踢吧 没有什么伤病吧 料理商也伤于归队啊 从来说人员还是挺齐整的 运营迪亚兹黄紫昌的助攻 我觉得我们让这个边风踢边位挺好的 这边好空 阿琴姆红也是空的 人家好神奇 阿琴姆红也挺神奇的 门这么大 你温将身上退 拖绿还高射炮 不应该啊 这球我不碰我脑上上进 王子昌一个助攻 拿到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只见一个球 基本上是压制的对手啊 对面没什么机会 接下来的全剑 场面三个积分 我们还是自己踢吧 孙克 帕托 帕托还在 剩下的基本上 左边位是个外援 剩下的全是中超球员啊 这点人员配置是怎么保证在前四 啊 啊 阳 这个节目 有罗凡 1比0 我的 journey 梧子长 弄鲁组人 来个穿枕 进了 哎 糟了 再来一次 出啊出 进了 又差一点 全界没给我们造成什么威胁 二不丁 接下来主场对布拉多福德 我们是不是可以模拟了 布拉多福德垫底 排在第二十位 主场换到防反这道战术 琼斯发掘一个点球 这也不对啊 哎 廖立生 一比一 廖立生其实也是个不错的千语 手就进球了 这摩尼也能进球 挺不错的 阿吉姆鹏 哎呀阿吉姆 寒一年真进球了 第一次这么灵验 就像大家说 这是个声控游戏 客场二比一 唯一一个遗憾就是黄子昌上了 看看伤多久了 不黄子昌伤了也没关系 黄子昌伤了 我们可以让回家康体 黄子昌伤这么重 四个月 刚表现好的两场比赛 太可惜了 这个门将五十六 就前途无量了是吧 这个得甲的中场五十九 可当什么烂球员 身高一七七 这是一个因尼斯塔那种类型 节拍七啊 这是五十七一个后腰 这怎么就前途无量了 比如七 这看着还将就 自己素质差 速度也不是很快 带球很好 减限出精人的潜力 这个后腰不错 十九岁就能七十啊 薪资这么低 也挺平均的 控球啊 传球啊 防守啊 都还可以 这个不错呀 这个可以加进来 这个我们有点钱了 可以买一买 一个不错的中场 看看这个 前锋六十五 一七六 这比压器母皇差远了 这后卫六十一 这就一般了 还不如签那个中超那几个 薪资好高 两万四 不过这个挺有意思的 带球包七十五 加速八二一 主要是这头型帅 我倒是挺想签一签 再等等 我们签富裕的时候 洛伯特这个后卫 也一般啊 身体素质真好 加进来吧 主场队上岗 这我们自己踢吧 上岗排第二 目前为止 我们两个队一级绝尘 上岗 这 这几大主力都在呀 依然都在 宝科 乌磊 奥斯卡 昨阵 中场 这个还有一个外援 中后位 0比1 你这是什么挺球啊 你竟然能直接挺给对方前锋去 你竟然没有 突然 这 你准备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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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征着一次 还是没进 好了 中后我也进去外面搓进 10颗 看10颗射门 原射23 射门力道46 这竖直竟然在计计外能缩进 终于帮了我们一次 这个球帝装装了 回家康 顶级受伤的黄紫长 2比1 竟然进了 就你一把 这个黑人小千封上来 先跑一跑 进了 我们这个小黑人啊 直接一脚推射3比1 这一场比赛叠叠撞撞的 我们还是赢下来3比1 一开始想试试船中的 怎么都穿不到刘若凡脑袋上 结果被上岗打了一个 最后我们决定 一看我们还是搓射吧 最后还是搓了个3比1出来 实可 8.9分 一记搓射帮我们扳屏 好 我们今天节目暂时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还有订阅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